朝九晚五 他是一個 我怎麼說 公司的不知道 叫他就好 熬夜是慢性自殺 朝九晚五 除非你是公務人員 因為公務人員有終身份 他有一個保障 你如果是真的 取代性工作行業是非常之容易被取代的 你只是一天比一天 在公司裡面越來越沒有競爭能力 以前有一間很美 日本公司 他們裡面 以前的行業是什麼 你退休 勞保的就職 你退休 公司還會給你一筆錢 比如說兩百萬 或是一百五 然後勞保又給你 它會超到一百到十六萬 所以一般的勞工在以前的就職 你退休大概正常可以領大概四百至三百五 四百至三百五你會覺得很少 但是至少比沒有好 但是現在的行業來說 他發現到 那時候我就在公司在辦公室的電腦 我就想奇怪 他如果要退休好不好 公司就堆一百萬 一定一百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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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讓他完全待不下去自己辭職 故意逼退 逼退之後 勞保也是可以領 但是公司的 他們的那個退休獎金就沒有了 他們主管 高級主管幫你逼退就跟公司拆賬 並說要200萬嘛 你逼退他就是領五十 領六十 以前在賣大小館 以前科學園區發生很多這個 這剛才這麼像紀念的叫 這而已 我以前我們朋友在洪差跡 不要太受託啦 他現在叫做逼退 我聽說 他當時公司要裁員 他有裁員令 他就是要給你薪水嘛 大概換算年十幾年 還可以領差不多一百 那時候科學園區要等賺錢 那現在差不多一百萬喔 那現在他給你扁 他給你扁 那有那個朋友多歲呢 那個主管撿到真的 他也不知道他當時要 因為像我們建交班扁了 他們很多都在那裡 轉眼間就過十幾年 年次都很高嘛 我們從國中就開始算了 高中開始算 那差一禮拜 他去辭職的時候有沒有 我說那個勞退薪資無關的 是他公司本身福利好的 他公司還有一筆退休金 勞退薪資是可以跑沒有錯 但是公司他本身還有比照 就是你在那裡收錢喔 公司還有一筆錢 他是比照要給你員工的 以前的公司是這樣 他本身就是覺得 那裁員來說太多錢 他就覺得 現在公司的主管很肯 他就和主管還去就在說 現在白條 他真的差一禮拜 他退休人士 一百萬 他本身就很突然 他就回去找主管說 他說我可以領著三十一禮拜 他就差一禮拜三 逆退休人 沒辦法 還要差兩天 因為他們 他們長官他會知道 你當時就來 非常手段見 他知道你當時就來 但是他就沒了 但是他想要他幫你趕走 你不要說 那位董事做主管要做幾百禮拜 你不要想說 不要奇怪 他以前我很好 他現在做主管 我當時要採完跟他講 有什麼話說 我跟你講 他那一天指數 如果 輸了一百萬 他隔天就是 那個什麼 魔戒他就帶上去了 他把他衝掉了 他把他衝掉了 衝掉了 我就館長辦公室 省兩百萬 我就可以拿六十 你就是這樣子的 好 今天講廢話講到這邊 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說這位 可能有時候比較沒修飾 但是你聽了這句 聽了這句你談到 我給你喝了 你的話 我給你喝了 我喝了